字幕志祭TV 港股走势告诉你 今早港股方面略为低开两点 在10点买二分 恒指见到今年的新高 22563点 走势反复回软 今天高低波幅182点 恒指收市报22446点 下跌了58点 成交方面减少了 剩625亿 今天成交量减少 有点回吐 后市有什么变化呢? 看看图标 今天的大市方面跌了58点 成交方面也减少了 有人说后市方面走势变化会怎样? 现在来说有点小心 小心的事有回通空间 因为大市方面去到顶位 动力不多 有时有担心沽受压力 下来支持位多少? 认为顶位部分 支持位方面 221111点 221111点 所以这个位置来说 我们视为支持位 大家要小心 你说大市方面 价格和量的关係怎样? 我们今天看一个走势图 看这个 这个走势图的名叫做 逆时针量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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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你看得到 表现方面 起步点 一直变变变变变 到终点就是这里 这个图的显示 就是说 y軸代表价位 x軸代表成交量 x軸代表成交量 y軸代表价位 走势方面 尾向这边走 方向性是指向这边 暗示就是说 走势来说 应该会有个上升 暗示走势来说 会有上升 如果你说走势方面来说 是往上走 不过方向不是指这边 是指这边 代表怎样? 升之中 成交率是减少 换句话说 随时有个回通空间 通常你分方向 这边 这边方向 或者下面这些方向 这个图来说 是分方向性的 好了 这个图所显示 大市方向向上走 都是升的 不过有人说 现在的情况里面 买货怎样看? 会 买货来说 市中现在 要小心点 要怎样做 就分住 不要说买得太多 因为现在来说 都要有时进口工 退一手 进的买一点 退的有些防守 不要说太大风险 好了 另外大行报告里面 高性提及到 这个是867 867 这个就叫做康折药业 目标价6.4 是评级去买入的 因为股票来说 上升 不过近几天来说 有回套 现在来说 要小心点 因为累积升幅不少 现在要买货来说 要等什么状况 让回套翻新 买好些 回套到什么位 通常这些顶 代表一个承接 这些顶来说 代表一个承接 这些顶也是 换句话说 要买的话 怎样做? 分段分柱 可能落到这里 三分之一 这里三分之一 这里三分之一 这样做一个分段分柱 不可以一起去买 因为危险性是有 累积升幅是不少的 这个要小心一点 另外 这个得能提及到 220统一 它的价体是7.6 现在走势来说 你发觉表现不太好 有跌口下跌 平均市跌破了 所以这些股票来说 赚不宜考虑 这些有时大家留意一下 一些技术分析的方法 近期来说 股市方面都会受一些 外围因素所影响到 例如一些上证 美股的状况 大家要留意一下 这两个市场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